首先特别注意,你要设定格式化条件之前 记得要先告诉他说 你要设定格式化条件的范围 哪些是你想要判断的范围?判断的哦 意思就是说你要的是从A2 一直整个选起来,Ctrl Shift向右向下 就整个选起来就对了 所以A,游标放在哪里呢? 放在A2这个地方 然后Ctrl Shift向右向下 这样就整个选取就对了 或者你习惯选 不过我是建议你用Ctrl Shift向右向下 这个可能要记一下 因为如果你不会Ctrl Shift向右向下的话 可能有时候常常会选过头 选来,过头了就拉来拉去 如果你会Ctrl Shift向右 Ctrl Shift按住之后 向右再向下 这样很方便吧 那第一个先把范围选起来 第二个的话呢 再到设定格式化条件 新增规则 点一下 点什么呢? 使用公式来决定 那公式怎么下 一样哦 等于 这个可能要自己打 它没有办法说利用插入函数 产生哦 所以你那个公式哦 变成你要把它背起来 Week Day 或者你可以先演练一下 那刮户后面呢 你必须要给它一个储存格 哪一个储存格 特别注意哦 你给它 你选取范围的 左上角那一个 那一个是哪一个呢? 就A2嘛 有没有 就看到A2 那这个意思是说 它这个设定格式化条件 它会先帮你从A2开始 做什么呢? 一个一个的帮你检查 检查什么呢? 如果它的条件是为True 它就帮你做你要的格式 所以上面是一个规则 下面是一个格式 这个为True的时候 比如说它是为True 它就是格式 如果不为True 它就不格式 它就换下一个 所以基本上哦 那你要告诉它说 如果当 这个等于是当 什么 礼拜 假设礼拜六 等于多少 等于7 所以特别注意哦 这边一定是两个等号哦 前面那个等号是 有点像一个条件 当 后面的话呢 是 这个后面的逻辑为True的时候 它才去 帮你设定什么格式 字的话呢 比如说是 这个深绿色的 填满的话呢 假如说是淺绿色的 OK 应该可以啦 反正这颜色你自己挑一个 没关系 它就这个颜色 我可以把这个公司复制一下 为什么 因为等一下礼拜天可以拿来用 确定 你会发现哦 有没有 礼拜六OK了 那因为我还要做礼拜天 所以我不要再点下去 因为点下去要重来 要做同学 再一次 再新增第二个规则 所以如果你有两天 那你要另外再起一个逻辑 那把刚刚的规则贴上 没有办法按右键 所以你直接Ctrl V贴上 逻辑等于1的时候 OK 这应该可以了解 然后呢 格式的话呢 就是字的颜色是红色好了 填满的颜色是黄色 好才是这样子 按个确定 你会发现 全部一次就帮你全部格式化完成了